有意激化南海局势的背景下 印度海军的动机也被打上了一个问号 此次美日印联合演习的代号为马拉巴尔2016 马拉巴尔原本是美印的传统联合军演 自1992年起在印度洋及西太平洋两地轮流举行 2007年日本首次参加 当年军演在孟加拉湾举行 同时参加的还有澳大利亚和新加坡 2009年4月 马拉巴尔09首次遗失冲绳附近海域举行 美国印度和日本重点围绕反潜和水面作战 进行联合训练 那么冲绳海域是中国海军 进出太平洋的一个必经的航道 所以这个海域呢 是一个十分敏感的海域 那么日本主导三国的联合军演 其很大的目的是为了向中国显示 日本美国印度这铁三角关系的 军事同盟的一种力量 安倍上任后 对马拉巴尔系列演习十分重视 2014年 三国演习再次在日本四国以南 至冲绳以东海域展开 当时印度派出了 由西巴利克号护卫舰 蓝维杰号驱逐舰 和沙克地号补给舰 美国派出华盛顿号航空母舰 阿里伯克级导弹驱逐舰迈凯恩号 日本则派出爱荡级驱逐舰 祖炳号 白根级直升机驱逐舰安马号 水陆两栖飞机USR P3C巡逻机 时任日本防卫大臣小野四五点 出席演习典礼 安倍晋三也致辞庆祝 足以说明日本队演习的重视 去年10月 马拉巴尔2015在孟加拉湾举行 日本海上自卫队虽然连续第二年参加 但仅派出一艘冬月号驱逐舰 今年的马拉巴尔2016 再度移失日本冲绳附近海域 日媒援引海上自卫队军官的华城 今年的演习规模大幅增加 日本海上自卫队将投入一艘可供四架直升机 同时着舰离舰的大型护卫舰 P3C巡逻机 SH-60K巡逻直升机 水陆两栖飞机USR等 展开反潜战 水上对战和搜救等演习 美国正在考虑投入核动力航空母舰 这些武器的出现 当然它有很大的一个部分 是侧重在一个反潜的部分 说明了这次的演习 可能它的重点之一 是整个反潜作战 如何能够跟日本还有美国 进行一个良好的反潜资讯的交换 我相信是这一次 印度参加这次演习中所需要 以及所需要能够学到 或获得的一些相关的经验 跟能力跟知识 外界注意到 两次在日本的演习 日方都出动了水陆两栖飞机USR 印度一直有意购买这款飞机 USR不但续航距离长 还可在浪高三米的汹涌海面降落 印度一旦拥有了USR 不仅能在遭遇自然灾害时 用于救援行动 还能大幅提升在印度洋等的巡逻能力 而安倍政府在解禁武器出口之后 一直力推军品出口 在丢失澳大利亚潜艇大单之后 更希望USR 能为日本成品装备出口 拿下开门红 从5月18号开始 参与三国演习的印度海军四艘军舰 开始在南海和西北太平洋 展开两个半月的作战部署 舰艇编队有两艘 十瓦里克级隐形护卫舰 一艘迪帕克级补给舰 以及一艘科拉级轻型护卫舰组成 按照计划 印度海军舰艇编队 将先后访问越南金兰湾 菲律宾苏比克湾 日本佐世堡 韩国釜山 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 马来西亚巴生港 并在访问结束后 与美国海军及日本海上自卫队 在冲绳附近海域 联合举行2016年度的 马拉巴尔军事演习 印度官方在新闻通稿中这样写道 此行展示了印度海军的作战广域 以及践行东进战略的决心 近年来 印度以建设两洋强国为目标 积极与东南亚国家展开 各方面的合作 有学者分析称 印度希望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军事联系 发挥其在南海事务中的大国平衡作用 印度不仅仅仅以守住一个印度洋为满足 他当然也希望能够让他的海军的海权的力量 随着他的海军的对外的行动 能向外的开发他们的影响力 因此他们的东向运动 我个人觉得是为了要提升印度本国的威望 那另外当然能够跟西方 或是更东方的日本或美国达成更紧密的一个战略 合作的一个态势 专家指出 此次印度海军编队访问的首站 选在越南金兰湾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据报道 之前越南安排外舰访问的港口 基本限于中部县港和南部胡志明市的低岸 印度海军2012年的访问获得突破 获准到访离金兰湾只有40公里远的崖庄 那里是越南海军潜艇训练基地之一 而印度恰恰为越南培养了数以百计的潜艇操作人员 事实上 越南已成为印度海军向东看的重要着力点 在既定的音乐军事交流项目中 印度将为越南海军提供训练支持 以及军事造船方面的援助 提高越南海军的后勤保障能力 印度媒体曾提到 早在2012年音乐国防部会谈中 印度就承诺 为越南海军提高基地保障能力提供经验支持 低价乃至免费帮助越南升级军事硬件 包括海军舰艇的维修和保养 另据路透社报道 2016年初 越南批准印度在其境内建设一座卫星监测站 以便印度对本国人造卫星进行监控 印度斯坦时报报道 新设立的卫星监测站将是一座卫星追踪和成像中心 既可以监督印度人造卫星的发射过程 也能使用印度地球观测卫星 对中国及南海区域拍摄图像 印度军事专家潘达在接受深圳卫视采访时表示 印度与越南的合作已经持续了十年时间 但他强调 印度方面并不希望因为这样的合作 而与中国产生矛盾 印度斯坦时 也有学者强调 印度海军的东进政策并非完全针对中国 印度主动塑造大周边安全环境 会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产生影响 但这一系列外交行为 是一个已有影响力的区域大国自居的 印度的正常外交状态 例如在南海问题上 印度就没有一味追随美国 2016年3月 在新德里举行的雷希纳对话会上 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哈里斯曾暗示 建议印美在南海举行航行自由协调巡逻 但印度政府和民间学术界 始终对这一建议持消极立场 印度退役海军上校古尔普里特·库拉纳 在全国海事基金会网站上发表文章 强调南海不是印度的首要利益区域 印度的对华战略纵深 不超过马六甲海峡 印度目前不具备超出印度洋范围开展军事行动的能力 朝鲜指责韩军侵犯领海并向朝鲜射击 未经议 感谢观看